尊敬的温主席 各位姐妹 各位同仁 大家下午好 今天很有缘 有这么一个机会 能够跟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我很高兴 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 时间里面 我将就我自己在教学 这个弟子规的体会 向大家来做一个汇报 那个三字经的体会 向大家来做一个汇报 那么我主要是从五个方面 向大家来介绍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三字经它的简单的干术 大家对三字经啊 都是比较的熟悉了 都是比较熟悉了 那么三字经呢 跟我们百家姓 切子文 他们合起来称为了 三百切 作为我们的国学启蒙三大读本 那么在这里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三个 这三个启蒙读本 从十阶的这个排序来看 其实它的顺序不应该是这样子 从十阶来看 出现最早的是哪一本书呢 是哪一本 切子文 切子文 对不对 切子文它的成书 时间是最早的 它在我们的南北朝的时候 它就已经出现了 所以切子文它是出现最早的 其次才是百家姓 最后才是三字经 三字经它的这个成书 是在南宋的木起 元代开始流通 明代开始呢 作为这一个大规模的推广 所以从这个排序的这个顺序来看呢 三字经它出现的这个时间应该是最晚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 从教学的顺序来看 你看我们三百切 第一个应该是排到哪里 对第一个就是排的是三字经 第一个排的就是三字经 所以这很有意思 那么我们从这里面 也可以误出一些 也可以用出一些的原因 我们看这三本书的它的这个名称 一个称文经 一个称文文 对不对 那么我们知道 能够称文经的一般的话 都是圣邪它的 它的著作 对不对 圣邪它的著作 所以的话 由此可见 我们三字经 它里面 涵干了很多关于 做人 做事 以及天文 地理 道德 等等各个方面的这一个呢 具有永恒价值的这一个 知识和理论 所以啊 我们 首先呢 就从这一个三字经 它的这一个呢 它的这个 简单和 百家姓 和切子文 它的这一个呢 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所以三字经呢 它 对我们 特别是我们古代 在我们古代 它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我们古代的时候呢 有这么一种说法 就是说呢 俗读三字经 把三字经读俗了 能干嘛呢 能够知千古事 能够呢 通晓圣人理 是盟学第一书 盟学第一书 所以三字经 尽管它的这个篇幅不长 我在你们手上 每个人都发了一本书 我呢 一张纸就把它 全部给记载下来了 一张纸 一千七百多个字 不同的版本 它的字数是不一样的 所以三字经的版本比较多 我这里移植的是 最初的送版本 所以一张纸 就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 它的篇幅很短 但是它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不光是 我们在我们中国 在全世界都是如此 这里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我们在这个国外三字经的 最早的这个翻译版本 是在什么时候呢 大家猜一下 大家认为应该是在什么时候 十八世纪 十八世纪 那就是一七几几年 一七几几年 已经是什么 什么草难 还没那么早 我们刚刚讲了 三字经 它的这个 最初它的雏形 它的原形 我们可以追踪到南宋 中后期 在元旦的时候呢 开始形成了 这个呢 有比较固定的这个版本 但明代的时候 开始流行 那么三字经 它这个最早的 国外的翻译本 就是说 在我们国家 开始流行的时候 它的这个外文呢 这个译本也出来了 它是谁呢 是我们大家都 非常熟悉一个人 熟悉的一个人的老师 我们都知道 明朝有位传教士 叫利马窦 对不对 利马窦呢 他有位老师 叫什么呢 罗杰明 罗杰明 当时 他的老师 带着利马窦 来到中国 最初不是在中国 是在澳门 所以呢 当时的时候 罗杰明 他是非常的聪明 非常聪明 在澳门的时候 他就开始学习中文 学习中文 他就开始接触三字经 然后就觉得 哎呀这个书太好了 然后他就一边学习 就一边翻译 然后就把三字经 把它翻译为了 哎 翻译为了 翻译过去了 啊 翻译过去了 所以就是说 三字经 他的这个 译本 是非常早的 非常早的 随后 苏联 苏联 日本 美国 英国 等等啊 很多很多的国家呢 都出现了这个译本 都出现了这个译本 所以我们看 三字经 其实呢 在现在看来 已经不 仅仅是属于中国了 他是属于了 全世界的 对不对 哎 1990年的时候 联合国 柯家文组织 把三字经 把它 啊 归为什么呢 儿童道德百科全数之一 啊 所以啊 三字经呢 是从中国走向了世界 走向了世界 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个 三字经啊 他简单的 这每个杆术 哎 由此可以看见 哎 三字经 他是多么的重要 啊 那么呢 下面我想呢 向大家汇报的 就是三字经的作者 这么重要的一本书啊 对作者我们不能不讲啊 对不对 孟子有一个观点 多一本书必须要 了解他的作者 如果不知道他的作者 那么可能对这个书的理解 有可能出 出现什么 对 出现偏差 哎 可是遗憾的是 我也不知道 三字经的作者到底是谁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 目前流行的 有关于三字经的作者 有四种说法 涉及到三个人 第一个是 南宋 目前的欧世子 第二个是明代的黎真 第三个呢 是王毅宁 啊 王毅宁 所以啊 关于他的作者 至少有 这么四种说法 四种说法 每一种说法 都有他支持的 这一个呢 论据和 论证 大家谁也没有 也有说服谁 特别是 在欧世子和 王毅宁之间 我们这里有没有 有没有朋友 来自于广东 佛山呢 有没有 浙江宁波的 也没有 那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2007年的时候 广东佛山 跟浙江宁波 辅志和 您 这个顺德的 县志里面 记载的 所有关于 三字经的作者 都是欧世子 对于这个 史实资料 我们应该还是 比较可信的 对不对 第二个 佛山人 曾经 有一位 炭花 也就是考了 第三名的 他曾经 在为这个 三字经 他在这个 做这个 去的时候 就明确的 写了 三字经的 作者是欧世子 还一个 他们发现 三字经 用粤语读起来 囊囊上考 是不是 非常的押韵 所以的话 他们认定 三字经的 作者是欧世子 但是这件 宁波他不干了 你说 你用粤语读起来 很难难上考 我同样的 我用我当地的 方语读起来 也是难难上考 其实三字经 无论用什么语语 读起来 都是难难上考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一条 站不住脚 他还举了 这件宁波 也举了几个例子 第一个 有一个人 作序 也是为三字经 作序 他同样的 他也写了 三字经的 作者是王一林 不是欧世子 包括我们清朝 湖南衡阳 衡阳人 霍兴思 他在为三字经 做这个 注解的时候 写了一个序 也是明确的 知诸 三字经 他的作者是 王一林 所以两边 都有 都有这个 论典和论句 谁也没有 说服谁 在那里 最终争论了好久 也没有一个结论 然后到 2010年的时候 浙江宁波 的一位教授 张如安 他在看一本书的时候 就看了一下 里面有一句话 叫什么呢 这一本书呢 是一本呢 相当于家训的 记录 很多很多的家训 他那里面的家训 里面就发现了 一句话 叫什么呢 为人主父子 做长辈的 应该呢 要解一些好的老师 去教育子女 刚开始的时候 初始应该读三字经 等等等等 然后他就一下子 就很高兴啊 哎呀 他就去查证 发现这个家训 他是在了什么时候呢 南宋 南宋的中期 所以的话 他这一下子吞 一下子 这一个发现 以后就把三字经 他的这个成熟的年代 又往前推了几百年 所以干脆 大家谁也不争 欧世子和 王毅宁 他们可能都是修订者 对不对 我们伟大的一本 这个 助助他的产生 基本上都是通过 世代的人 不断的在 原有的基础上 修 修订 不断的在原有的基础上 修订了 认识 共同完成的 所以呢 到目前为止啊 三字经 他的作者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但是他这么重要 我们作者都不知道 是个遗憾 是个遗憾 那我刚刚讲了 广东佛山 跟这个浙江的 宁波他们的针 两个都是针 用当地的方言 读起来 都是拿拿上口啊 是不是 三字经 他的这个语言的形式 就注定了 他读起来 应该是拿拿上口的 三字一句 句子比较短小 形式又整齐 形式又整齐 所以啊 这是呢 他的语言 那么关于结构呢 主要是呢 分为五个部分 五个部分 那么 大家手上都发了一个 那个来学习的资料 这五个部分呢 上面都有 我就不着重讲了 今天重点的内容是什么呢 第四和第五个部分 这也是我在 三字经教学过程中呢 自己认为啊 值得探讨和大家一起 拿出来探讨的一些呢 一些问题啊 所以我在这里呢 今天把它放出来 和大家呢 一起来交流 一起来交流 那么 我在这里 把重点把握的这个字词呢 提了一十四个 提了一十四个出来 那我们首先呢 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 孝于清 所当值的 值 所当值的 值 因为当时我在教学的过程中呢 我也碰到 这样的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在看别人的 这个翻译的版本的时候啊 我就觉得 就是说 要么就是没有 把它来保住 要么就是 讲的比较的含糊 虽然是那个意思 那么 会 Situation 这就会做到 什么意思 就是 说 我 我们 什么意思 就跟你说 没什么意思 我 的 有一点 呢 感谢观看